大家好,我是冠達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 森林真厲害 樹木葉部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中 藉太陽能製造碳水化合物 而生長每公噸之森林螢光合作用 然而每年吸收15-30公噸之二氧化碳 可放出11-23公噸之氧氣 共40-80人可以呼吸這些空氣 而二氧化碳具有隔絕地球之散熱作用 有溫室之效應 若如濃度高則氣溫隨之變化 直接威脅到人類之生存 故大家必須一起來維持豐富的綠資源 什麼意思呢? 我們要先講的是二氧化碳的意思 二氧化碳會被葉子吸收 光合作用轉換成氧氣 因為如果二氧化碳濃度過高的話 可能會導致溫室效應 導致冰川融化 人類的時代會滅亡 因此我們要種樹保護環境 用自己的方式維護地球 那麼我們來看小常識 樹木藉其葉不得增 增散作用消耗回流的熱能 並吸收污染物質淨化空氣 這種完整的進化效果 不但使森林內涼爽宜人 空氣清新暖和氣溫上升及空氣污染 使我們的生活更舒適 然而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樹叫做白羊樹 因為每年都會排很多二氧化碳 因此白羊樹枯萎了 原因是因為忍受不住 沒辦法吸收這麼多二氧化碳 之後呢派一個碳吃鬼樹 活化石它的名叫做銀杏 它是一種活化石的植物 它的吸收量很強 可以比一般的白羊樹高好幾倍 因此現在會種銀樹來 銀杏來 把二氧化碳給吸掉 就可以維護環境 銀杏樹也有很多功能 像它的銀杏指上有毒 不過只要有好的處理 就可以變成藥物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我們 二氧化碳變乾淨的流程 我是冠達 希望你們能好好維護環境 訂閱按讚 以及按小鈴鐺 把我的影片給分享出去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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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